受创的记者会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 召开防疫破创 国军受创的记者会 主办的单位是中国国民党 皇护卿党务 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 海兴官校的校友会 主持人是由我们 皇护卿党部的主委 张主委来跟大家主委 各位记者女士 各位先生 以及各位在场的会评 大家好 今天我们针对 防疫破创 国军受创 这个议题 来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么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下 今天的理会人员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刘贤将军 他是刘贤将军 他是我们军校校友总会的副民司长 以前是我们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也是在海军服役了四十年 也对海军非常熟悉 其次我们的豪卿的副主委 大副长将军 在海军曾经当过剑队长 也当过海军同学会的会长 所以他对海军也非常熟悉 一次介绍我们 我们豪卿党部的军进长 张德浩将军 张德浩曾经在高雄市当过长短期司令 也曾经在南部当过海军局长 那么南沙东沙都是他所变的干劲 那么他因此我们今天邀请他来参加 我们这个军事会的工作 另外是我们青岛任的这个廖水平将军 他是我们黄国雄党部的主委 来请我们记者将来对我们黄国雄多多支持 还有我们坐在后面的我们正战系统的这个 我们黄国雄的副主委教练汉先生 另外我们对这个颜台人上校 他是我们以前东沙搞的指挥官 我们今天请他来参加这个军事会 另外我们黄国雄的主委 这个我在这个军演所的老师 也请他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记者会 多国双将军 这是我们今天的参与人员 那么首先我想我先做个开场来 那么我觉得啊 海军这次东华民国尊物舰队之行 我们要搞出真相 这个真相最大的真相 是神下的秘密 其实如果不下错这个命令 就不会有后续事情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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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们刚进官校的时候 学校里首先教育我们的族群 一直到校中领袖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的作用工作 官校学生一直是校中领袖 军人一直是校中领袖 政党人期以后军人仍然是校中领袖 但是领袖是不是爱军人 我觉得以往领袖也难爱军人 但今天领袖到底爱不爱军人 我觉得值得上去 我们在军校教育的时候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思维指责 第二个重点是户队准分成军 因此海军 中华民国追募建队 这件事情 是 毕竟印度是看不见的敌人 那这事确实是错谱了 那到底从专业上或从过去的经验 那对抗術飞出去不可 那再来就是 尊重建队出行 有没有 过去有没有提交到国安会 或者说像这次副长所讲的 他只是在 总统府的例庭会议里面提出来 然后总统就简单讲说尊重 有这么简单吗 如果真的有我的经历任务 那 有没有必要要提交到国安会 有任何的报复会的讨论 然后第二个 那过去总统 说总统的幕僚没有参与 苏木剑队的讨论吗 就是说 在部长宋江跟总统报告之前 那么过去总统府的人员 有没有参与考虑过 好 以上的问题谢谢 我们海军的追悟远航训练 行之有年 已经执行了大概 现在快有六十年的光临 现在是尊重远航 我看到媒体的这个 所写 其实我们有三大主轴 第一大主轴 这个尊重远航 就是我们有方的国家 我们去拜访 那因为有方的国家 你除了远舟 中国访问 回去 再来就是我们海军的登幕戒队 每隔一年到两年 要去做一场 第二大主轴 就是远海机动作战的一个变舟和序列 那远海机动 什么叫远海机动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们没有定义的 超过九百海里 一千海里以上 就叫远海机动作战 我几个例子来讲 我们海军 索马利亚海盗 对不对 各国都派军舰去护航当船 护航渔船 我们因为国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参加 那这一次呢 就是利用 这路远航的驱动 远舰驱动 来做一个远舟 远舟什么呢 远舟你传上的奈航训练 远舟你传上的装备保养 你的零部件 你的故事 这些带的够不够 如果都不够 都要做研讨 这个叫远海机动作战 马汉 曾经讲过 海军 就是一个机动作战的部分 那我们海军 就是符合马汉 海军 这个论者的一个处理 另外 我刚刚还补充一下 还要验搜你 人员的兴趣 在这么长的时间 航行 受不云彩 风浪不好 这些都包含了 第三大主轴 官校学生的远航训练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没记得 一直都没有写到 我们官校学生 经过这个远航训练 不管是一个月 两个月 要完成一个它的初步的PPOS 就是人员 这个航行执政官 初步合格的一个建筑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你海军的军官 毕业以后 你要在台上担任 OOD 执政官 如果说你的基础没有打好 在海上会经常容易碰到 我举个例子来讲 美国海军 这么好的装备 这么好的军舰 承政局的 那为什么考前几个年 在什么贝勒军外财 在什么跟双船双航 这就是我个人用的 基础训练的要打 那我们海军官的学生 还有包含这个任务 好了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 震诞学校的学生 因为震诞学校的学生 毕业以后要分派到海军 所以说他们共同来参与 那震诞学校的学生 从来没有在场上呆过 所以就要对他们特别的动 那海军官的学生 从二年去开始 就导臣到建学 三年去建学 四年去建学 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真的是有关于政务支队的问题 那关于您讲有关国安会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在我的成绩 可能还不到这个 列举到这么真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啊 你国安会 你要掌握全盘 全国内的事情 你国安会 当然是要掌握 尤其这么远啊 这么远的地方 你国安会 不知情的话 也不可能 我只能这样 另外说 你说跨海训练 也会跟别的这个国家 或者怎么样 我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不是在美国的 还有黄酒 没有这些问题 而现在呢 因为没有黄酒 做很多事情呢 就不能够公开来做 我只能给你补充到这里 OK 我想你这边再请问一下 你说最近这个 过江一号世界 就是一直留在做这个远航的世界 刚才台湾以后 其实就是 他可能有很多小事 能够出班 准备的这样子的一种 目准 那想起问一下 出门去8月的 你还会有一次 这个戴公司的话 你怎么看待 就是说 这个准备是 有种方式的 那种处准备 或者是一个 这样子的世界 但我觉得 台湾的海市 也没有办法 或者说 在防卫上 两个妹样 被善 事 decor 事故 事故 要理 restraint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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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文字文介绍 我曾经是我们三军联合作战教官主任 为什么讲了三军联合作战教官呢 因为我们这个建议是一个特殊建议 而且是一个专案特殊建议 社会系统建议刚才走进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已经离开了 我们今天所考虑的这个主任 但我们所要讲的是 因为讲到今天我们这个特殊建议出去 怎么回来 我们应该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在法理上 这个建议怎么出去怎么回来 第二个是在情感上 这个建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分析考量它 在法理上我们的一个特殊建议出去 不是单一军总可以决定的决策 任何一个单一军总 他从没有办法拆除特殊 而且这是一个战略的品位 所以说我讲到这里我想很多记者都已经了解它 这个是一个我们最高总算应该亲自掌握的 秀为 甚至带着领认 所以您的警察 checkpoint 没有反过那样的困惑 那样的困惑 地方是一个战略的 无论不惯 这是我们等下要讲的 情感大的问题 我们一个电视机具 它在会面临的许多的问题重出吗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一定是超越军手以上 甚至于国防部以上的痕迹 才能够配置之马兵 而且这就是我们战略作战的持续问题 这几个我这个在来海里讲话 可以去你远远 我其实讲到 就说 这个战略人回来 他回来的状况 当然 任务达成以后 他就可以回来了 但是任务没有达成 甚至可以回来 当然可以回来 他受到了许多外地的影响 当然 我们现在也知道 有病毒 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 还有国内状况的反应 都可以回来 但是也要相同的陈情 相同派遣的陈情 才能让他回来 如果不是派遣的陈情 这个部队出去以后 直属指挥的最高同算 其实我讲到情感的问题 我们知道 算外爱部属 不是金头最软的一块肉 就可以解决的 那你对于你的所有的部属 那你要用你士兵如此的惊叹 就是你的亲人 他在为我们的国家抛筒炉 扫热血 在做这些事情 但他们回来以后 不管这个任务的达成之后 他们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心理创伤 甚至一些肉体的损害 而我们派遣的 最主要这个时候 不是在那里追究 过去有的一些罪名 加速在他们的身上 而是要看他们受了阻害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的救治 如何的让这些创伤 不要影响到国人 不要影响到社会 这是我们当前应该重点的 在事实上 我今天说一个站台讲话 就是因为我们大方面在这里好像没有法子到 好 行命在那里查 然后对这些人毫无照顾 对于这些人 只是跟一般的一样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状况 特殊的任务 特殊的环境 当然也应该受到特殊的照顾 谢谢大家 你好 我是冯明星 我想请问 昨天那个 有明带来讲 这是防疫有弟兄感染 这是作战 这是故意失败 那对这个部分各位有什么一些看法 因为这个部分对国军 作战 你们认为是失败吗 懂我意思吗 昨天有明帝代表 讲说自己有弟兄感染到新冠状肺炎 那真的这个事情 明帝代表就在媒体上讲 等于说自从自从自身的劫护 那这个是断目自身的劫护 作战失败 那你们各位有什么看法 谢谢 我是校总会的班人 九世间 我想刚刚我们的副主已经讲了 增目冒交 身部邦交,然后远航训练 这个不是主要任务 那今天我们这个任务有没有达成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当中为我完全跟他们的交流 跟他们的总统都上了团 然后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 我们也完成了学生的航运训练 这个任务是完成了 所以我不认为是一个作战失败 不是,他讲的是作战失败 是随便讲的,然后你们要怎么去反驳 或是怎么去 我们当然不讲清楚 我们的主任务 对不对 那没有去抗议吗?不抗议吗? 有没有办法抗议? 不是,我们这些开机者会就是表达我们的抗议 我们把我们的小马讲出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亲生讲出来了 就是我表达的抗议 我们不可能到100月去丢鸡蛋 我们就不能到他的服务处丢鸡蛋 我想我们去闻鸡蛋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意见 透过记者会 向大家说明 包括明 我们应该这样讲 刚刚我特别讲了 我们的主任务就是这样 刚刚教官也讲得很清楚 防疫 基本上就是出航以后 国内你也看到 从他们出航是没有 国内也没所 2月多月出航了 国内也没所疫情 但是一支一支一支 不断的有那么多疫情发生来 但是你们大家知道吗 我们生物理航之类最可怜的一处 就是说出门在外以后 他任何的资讯都没有 所谓资讯没有 他可能只是接收到 因为他看不到电视 我们的国内的收集也收集不少 所以他可能就是通过一些卫星 就了解一些大概的事情 但是这不是对我刚刚会讲的 他重要的点是在 他的远航信念是他的主要任务 照顾官兵的生活安全 跟行情的安全是他的主要任务 出国前他没有带任何的 所谓的防疫的这个世纪出去 因为不曉得会有什么 所以在主任务之外 那么回国以后 发生这些事情 那么你是说他是失败 我也不认为他是失败 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要绝好 没有错 但是在我们曾经是海军的一员 我们认为就是说 过度科的他们是不是被 拿好思考的问题 他们在出国是没有这些事情 回国以后 26天的航行 在一般疫情 只要14天的观察期 他在26天的航行中间 没有跟陆地接触 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没有跟船上的人 对 在场地来讲 这14天就过了所谓的 防疫的安全期 所以这是安全的 那支队长昨天讲 大家注意看一点 支队长昨天讲很清楚了 他为什么让官民放假 是依据训练的规范 因为这个航行训练 是在一年前就开始做了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们在8月份要出航 我们在1月份做 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一年前要去查点 去跟这几个国家去调调 看我们的航行 我们的普及舰 等等 然后呢 到了国内以后 他要放假 他一句的就是航行训令 航行训令就是说 我说出发要做什么事 海上要做什么事 到国家做什么事 然后回国以后要做什么事 然后除了放假 所以是航行训令 告诉支队长说 今天是整个任务结束 我们完成了决定典礼 我们官兵就可以放假 但是 疫情中心啊 上级单位 没有有人说 今天你们 你们要做任何的防疫准备 没有人做指导 所以支队长就按照训令 就放了假 你们说支队长错吗 还是大家都欣赴这些事情 一定要让支队长承担吗 我个人觉得 这就值得讨论的一个事情 但是 我们没有这个例子 全台湾也没过这个例子 全世界也没过这个例子 所以今天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细细检讨 建立办例 我们也保证 将来只会有这个例子 会有这个指导发生 或外的例子 我会有这个例子 你会有这个例子 你身份的命啊 就是每天看 弄是接见的 接见来 我们身为海军 这一份子 我们心里面最近看到这个 疫情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五十六次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军起手 以前 我们在海军的时候 发生 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FAB非常快速 在马公 搁浅 这个资深的记者 大概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天处理起来非常的困难 第三天 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康明长 康先生马上主动来调查 他来调查是非常认真的 不是给你 你说给我一个书面报告 他要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问得清清楚 觉得 有一次 有一次多两六军舰 后鲁昌私火 牺牲了七位 我们的弟兄 康明杨建真 第二天 就跑到山上了 让他们做 做一个东西 他在后鲁昌地上 不晓得怎么回事 捡到一个炸火器 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会给他捡到 他就问我 这个炸火器有没有可能造成 这个 安静的起因 那我不能反驳他 我做过马上去调查 调查完以后我跟他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他坚守 因为我们那个是炉昌私火 不是打火器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以前的监察院 康明杨康明权的时候 非常非常敬业 非常非常敬虑 另外 我们海军师队出海 每一天有两次的安全报告 要报给我们的建权 跟我们的财队 都要安静 那长官呢 也才能够深居你的报告 掌握到你的常位 也是有超前 有没有落后 第一件几页几号 是不是能够整直到达 都掌握得清清楚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 比较稍微急迫的事情 可以透过 就像我们发言说这样的 透过新电话 随时随刻可以联络 好 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那今天疫情有改变了 啊 味觉没有了 嗅觉没有了 心的突发了 对不对 现在也许不晓得了 那我今天要强调 那我今天要强调 上级的指导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 你相关的专业人员 有没有根支正常 但是我是队长 我在海上 我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我的普通 很高兴 很高兴 请问你 没有请我请 好 各位媒体的观察 大家好 当我们一听了 我们准备前辈建议 这些年事情的发展 做了很多的说明 我这边有两个看法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指挥程序 第二个就是 现实的作业 其实这个都是 有细定的做法 而是我们今天 这些细定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按照这个程序去做 所以是密码上一个句话 他说 不知三军之词 而行三军之证 而军赐过也 假设我们今天 这件事情 不正常 所以前面这些 后面这些事情 会发生的 这些连续的状况 没有办法掌握 而完成以后的话 把所有的责任 压在我们一个 支队的指挥官身上 所谓 就是 难而有泪不清淡 只是味道伤心处 我们看到我们指挥官 这么难过 我们看了当心的人 很敢看 他为什么调查给人 会怎么见 就是 我的权责的事情 等我刚刚 副主委已经讲了 他已经做完了 做好 结果外面很多人觉得他 不够负责 不认真 照顾天的一起 正责任 他能不能扎得起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海军 要给他一点掌声 给他一点鼓励 把这个自己的指挥程序 把它搞清 大家 我们今天当一个领导者 我们读了很多 力量统预约的书记 拼出 拼取我们全军事 到最后的结论 五经七书里面就是 假个字 哪两个字呢 就是爱与威 爱是什么 是关怀道德 威是什么 指挥道德 跟以身作者 就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大家推诿社阁 今天我们下谈之后 今天指挥官 他有这个承订下令说 放假 我不相信 他一定有得到指令 是可以的 而且已经完成这么多种 我们看来 这些程序里面 是不是有加持 是不是进到了 我们的指挥道德上去 而不是处备我们的 两个中将 一位道将 跟您部指挥官 跟支队指挥官 我觉得是 不早的 第二个就是 SOP 我们 第一次发生 在外面有践行的 有团支的 就是2月8号 有一个新导英号 在基隆行博 我们的指挥中心 是他的检疫组 上去拟了一个检查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2月17号 钻支公主号 我们也看到外国 停在日本的 横逼的这张牌 也是做了很中原的检疫的 我们今天 跟物件队的 台湿号回来以后 我们的程序 谁要做 为什么 在2月8号的话呢 保平7号 可以做 而我们今天 回来的这个 是对 我们没有这样做 原因在哪里 我想今天 这个 演艺中心指挥官 陈子农先生很辛苦 可是 我们国防部 可以下一次他去 上台帮我们看吗 不可能 这是你的责任 你应该主动 要去看 或者你应该送 上级的命令 上级命令 那当更高于 他的职务以上的 这个领导者来负责任 就这样子的话呢 他今天发生的事情 是对消灵 无形的 而是我们今天这两件事情 没有做好 而造成今天 这么大的遗憾 我特别 用这个机会 做以上讲解说明 谢谢你 第二次 特别的介绍 我个人 福利的时候 在京东的时候 我的海边就在这里 我在这里 因为当时有人问 这个任务 我们的执行 是成功的 还是失败的 我在这里 从肯定的 跟大家讲 这个任务 我们是成功的 因为 我们的建队太行出去的时候 它的主要任务 就是 社会调查 我们做到的 它就是演奉训练 我们做到的 它做的各项操演 我们做到的 都完成了 所以说 我肯定的说 这是一种 成功的任务 达成 至于说 那船上有人 受了感染 这个就是 我举一个例子讲 我要怎么讲 我会出在队呢 那前面就是 就像某一种 出在队开始 连续攻击一个 目标 这目标 我把它拿下来了 那我这做在 就成功了 至于说 我这部队 有战胃 我受伤了多少人 这是什么战胃的部分 我们对这部分的人 我们要安抑他 要护却他 我们要关心他 关怀他 正说我的作战 成功于果 是不相关键的 我这样简单的解释 我想大家都可以调求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在这边 呼吁三军可算 你要爱国军 英雄 那么不要任意的 逞除我们的国军 英雄 这次逞除的 两位将 都是海军非常优秀的价格 也就是说 可能将来 就会引导海军 或者领导国军 他要知道 问题的真相 指挥的错误 到底是谁 如果国防部长 海军司令 没有意见俱生 没有因为 军外疫情 而修订这个计划 那这个错误 就在国防部长 就是海军之力 如果他有做 那么最后 你不管是点头手肯 或是是文青 那么都应该 由 批的人 点头的人 来承受这个计划 没关系 国人不会坏 军事常识不足 我觉得 可以到 我们国防大学 去 来跟这些教官们 把国际的指挥程序 做一个了解 我相信 你会成为 国际 更 爱戴的一个主秀 那也希望 这个 我们的三军主带 要更爱 我们的国际弟兄 这样子 能成年一世的 来 让我们军人 愿意 爱这个国家 愿意在 牺牲生命的时候 牺牲生命 那么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 谢谢大家 谢谢 所谓记者 所谓信心 有些大家准备贬 还有我们去注意安全 今天的记者会 就到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